《啟德》是近年政府重点发展的一区 习住宅、商业、文娱和康乐设施于一身 亦是现时本港新盘供应重镇 这区正有达型新盘准备推出 为新地发展的天晒天 项目提供1490伙 提供开放式至四房互营 可以满足到各类型买家的需求 《啟德》现在12幅地已经入了火 在城中心里 所以新盘供应剩下的数量比较少 这区客源方面国内客的比例都算挺高 他们都会首选我们这区 除了国内客之外 其实在我们本土的中产阶层那一班 其实他们都很喜欢这一道 天晒天相当鄰近区外的两大商业地标项目 继Airside商场落成之后 有消息说大型商场The Twins 商指会将于短期内开幕 The Twins 商指会由两座独立大厦组成 总楼面面积达110万呎 当中设有大型百货SOGO 崇光百货 将为这区带来更大的零售空间 为住户提供更多的购物选择 我们这区现在因为二手市场 那些业主都不是很肯落价 看了二手成交的数量就比较少 焦点反而就是去了一手 上个月和今个月加上 其实都接近200宗的成交了一手 当中的成交由上车盘四百多万的起步 如果是望违港那边 其实赤价就大概由三万元起步 去到一些特色户五万元 亦都七万多的都有成交过 二手方面 而天晒天更是区内唯一可全天后无逢 连接港帖启德站的住宅项目 坐拥变节无阻的交通优势 由启德站出发 17分钟就到观塘站 13分钟就到尖东站 而过海去金钟站都只是18分钟 若果开车 若5分钟可达九龙东核心商业区 若8分钟直达西九龙核心商业区和高铁站 若12分钟就到中环国际金融中心 已红磡海底隧道 若9分钟就可以到达汇展 除了配套充足 如果想享受陆以舒适的居住环境 住在启德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区有三成都属于陆化空间 与项目正前流占地约31.5万呎的启德车站广场 设有露天广场、草坪和水径设施 同时亦设有导物共享公园 大家可以攜带导物一同进入 租务那方面 因为踏入了暑假 就是我们的成交的高峰期 如果你说计赤价的话 其实就由50元至70元之间 好像最近都成交了有个开放式单位250尺 那个成交租金16500元 那尺价就是66元尺 如果你说要计算回报的话 其实这个已经去到三厘半的回报 而这一区也有不少精品咖啡店进驻 成为文青的打卡热点 如果喜欢文艺气息 可以经Airside和行人天桥通往新浦江一带 近年新浦江一带不少工厦 都转型成为艺民团体的落脚地 同时亦是电影电视剧取景的热门地方 例如本地电影大事件等 除了拥有协议的生活环境 啟德教育配套同样完善 维处34小学和九龙城区中学校网 在中小名校校网优势 例如协欣中学附属小学 不须南书院 和马利诺修院学校等 最后和大家看看示范单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阅喔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